女人二话不说朝着大超一顿秃秃 当然大超也不是好惹的 直接开着小黄车在屋顶上飞驰 可惜最终还是让女人跑了 大超只能呼叫队友支援 但这一切只是作家艾莉的想象 不过她不知道的是 其实自己也是个狠人 耍刀弄枪边打边跳 甚至划着兵也能轻松将所有敌人消灭 到最后连她情局所在的大船都炸了 然而一个周前她还只是一名小说家 出版了名为《阿盖尔特工》的小说 一时间火得一塌糊涂 小说里的阿盖尔栩栩如生 仿佛一切都是真实的 见如此火爆 艾莉一口气写了五部 然而在发布新作的当天晚上 母亲突然打来视频电话 表示新作已经读完了 但这个结局实在太烂了 没有交代清楚任何事 所以母亲打算周末飞过来和她会合 一起想出一个合适的结尾 然而艾莉觉得母亲过来 还不如她直接回去 于是直接坐上回家的列车 结果刚上车就遇到一个奇怪的男人 直接坐到了她对面的位置上 而且还主动和艾莉搭话 这么多年艾莉一直忙于写作 对男人的接触那是甚少 突然有人搭讪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了 但出于礼貌 艾莉还是回应了男人 接着男人拿出艾莉的书读了起来 没一会儿她又开始搭话 说自己是一名特工 只不过和书里的形象不太一样 男人越说越离谱 艾莉直接出现幻觉 将她看成了书中的主角 这时一个书迷认出艾莉 走上前来想要签名 然而下一秒镜突然掏出真冠 多亏对面的男人反应过来 其他杀手也陆续杀了过来 男人赶紧夺过手枪将坏人一一击杀 然而艾莉的每一次眨眼 都会将男人看成小说主角的样子 很快特工将所有敌人消灭 准备带着她离开这里 然而艾莉不太信任面前这个人 直接往反方向跑去 结果迎面撞上第二批杀手 好在男人紧随其后一把将艾莉推开 自己则是继续和杀手缠斗 男人身手了得瞬间解决一人 却被另一个人击碎窗户按住了头 但在艾莉的眼中 男人费了半天劲终于给对方扔了出去 随后拉起艾莉继续逃跑 结果迎面又撞上女杀手 男人只能将艾莉推进厕所 不出所料 这次的战斗过程艾莉还是全程幻觉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男人终于解决所有麻烦 带着艾莉往车厢尾步前进 然而一群杀手还是追了过来 拿枪威胁着面前的两人 不知为何艾莉总感觉见过这些人 但男人并没有束手就擒 直接炸开车门捆住艾莉 又将落伞成功逃离 艾莉因为过度惊吓晕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已经出现在男人的家里 对方告诉他自己叫艾丹 是一名真正的特工 此行的目的就是保护艾莉 在艾莉蒙蔽的神经中 艾丹打开了墙上的电视 画面中是艾莉的家 一群杀手正在他家中翻找着什么 艾莉立马指责起艾丹哪里是特工 分明就是个变态 艾丹赶紧解释 这是视频中的老大卡洛斯安装的监控 他们只是黑进了对方的系统 此时的艾莉还是非常懵圈 对于发生的一切都后知后觉 艾丹便给他解释道 卡洛斯是特情局特工 也是他书中那些坏间谍的现实版 而对方的上级是里特局长 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右盘中的主文件 艾莉的书中精准预测了会叛变的特工 写出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 组织倒是不难 但预测到叛变族已证明不是巧合 艾莉其实是一个先知 如今第五部的剧情正在现实中上演 而且特情局已经看完了第五部的剧情 所以才要过来抓住艾莉 结果半路被艾丹救走 此时里特局长正在训斥手下 说着还拿出了一把线弹枪装上子弹 表示这把枪专门用来杀无能的手下 对方被吓得赶紧表示以后不会失误了 另一边艾丹带着艾莉离开 想帮他摆脱这个困境 同时需要他帮一个忙 在路上艾丹说起一些细节 书中的内容现在正在现实中推进 但主角不是阿盖尔而是他 艾丹雇佣黑客窃取了特情局的主文件 找到了里特等人的犯罪证据 其中包括爆炸案 选举舞弊 放射性偷毒 每一件单拿出来都够他们死很多回 但黑客临时加价 将所有主文件放到了一个右盘中 如果不给出三倍的价格就会还给特情局 没办法艾丹只能同意 毕竟这份证据至关重要 然而到了去伦敦街头的日子 黑客却没有出现 现在他和特情局都在寻找黑客的下落 巧合的是 艾丽的书刚好写到这一幕 之后的剧情因为灵感不够还没有写 所以找到黑客的关键就在艾丽身上 只要他能写出接下来的剧情 艾丹就能找到黑客 然而艾丽说自己实在没有灵感 需要去实地考察一下才能继续写 于是艾丹决定带他去伦敦 帮助他完成作品 当天晚上两人便乘坐飞机前往伦敦 次日一早 艾丹先是带着他去公园 也就是当时约定街头的地点 艾丽找地方坐下 开始想象黑客接下来的行动 但他们两个都没注意到 周围有艾丽的书迷 将两人的视频拍了下来传到网上 最终进入李特的视线 李克安排人前去抓捕 并派入他周围的摄像头 通过纯语读取到两人的对话 意识到艾丽正要写下一张的内容 于是赶紧让手下严真以待 艾丽拿出笔记本 开始书写接下来的剧情 如果黑客打电话却不来街头地点 万如可能关键就在黑客给的手机上 于是阿盖尔拆开手机 在其中发现了一块加密芯片 如果破解芯片就能知道黑客的地址 然而现实正外单却把手机给扔了 没办法艾丽只能继续想象 这种加密芯片都有对应的卫星 只要找到卫星就能找到黑客的位置 此时特警局也赶紧按照他的剧情展开行动 艾丹也施展了自己的技能 轻松骇入英国的卫星数据中心 一共有96颗正在运行的卫星 不过这难不倒艾丽 他找到距离公园最近的卫星 并且破解了卫星的代码数据 成功找到一个地址 与此同时 李特也得知了这一点 赶紧派出手下进行抓捕 很快艾丹带着他来到目标位置 但这里已经空空如也 硬盘也不确定在哪 发现这里的装修不太对劲 猛地撕开墙纸 发现后面都是抹墙粉 并且留下了一些线索 然而艾丹的运气比较好 走了两步发现地板是中空的 撬开后在其中找到一个保险箱 随后一枪将锁具打坏 里面有两打现金 还有一把钥匙以及一本日记 而日记本上的标记是无政府主义的符号 也是黑客名字的含义 可见他们真的找对了地方 这本日记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主文件 而艾丽的灵感似乎爆棚了 对于接下来的剧情有了想法 但这时艾丹发现楼下来了一堆追兵 对方很快破门而入 而两人此时就躲在地板下面 眼见就要蒙混过关 艾丽的猫猫突然发出声音 直接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没办法艾丹只能杀出去 凭借出色的伸手和走位 艾丹解决了所有特工 但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 他们需要赶紧离开这里 结果刚出门支援的特工也赶到了 艾丹见状直接带着他杀了出去 一路来到天台 这时向下望去发现有一艘快艇停在附近 艾丽想起找到的传钥匙 或许这就是黑客留下的逃生方式 但现场没有绳子 他们只能跳下去 艾丹觉得旁边的油布下面是缓充电 但艾丽根本就不相信 于是艾丹拿出猫猫直接扔了下去 果然猫猫安全 两人最终成功逃离 然而晚上在酒店休整时 艾丽竟无意间听到 艾丹再和一个神秘人打电话 而且对方要求将他带到身边 艾丽听后顿感不妙 赶紧带着猫猫逃跑 同时联系上母亲玛丽 然而现在艾丽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玛丽便和老公一起飞到伦敦 并且订了一间豪华酒店 等艾丽来到这里 母亲已经在酒店里了 没一会儿父亲回来了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 艾丽的父亲竟然是李特局长 但他似乎并不知道这一点 将这两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父母 并且把黑客的日记交给父亲 李特正看着呢 艾丹一脚踹开门冲了进来 迅速挟持李特 然而李特忽然不装了 表示杀了自己特警局的人 不会放过他们 这回轮到艾丽梦圈了 接着母亲也从身后拿出手枪挟持艾丽 艾丽也是崩溃了 记忆中养大自己的母亲竟然想杀了她 艾丹赶紧表示跟自己走 过去72小时内只有她不想杀死艾丽 没办法艾丽只能跟着对方离开 次日一早 两人来到法国的一处庄园 神秘人阿尔菲也在这里 是前中情局局长 接着局长告诉了艾丽真相 其实她并不是小说家 而是一名中情局特工 书中的阿盖尔其实就是她自己 只不过她在执行任务时大脑受伤 失去了记忆 而李特为了拿到主文件 和心理医生冒充她的父母 从心里引导艾丽写下小说 艾丽顿时觉得世界观崩塌 直接冲了出去 艾丹故意朝着她挥出一拳 没想到艾丽的战斗本能被唤醒 直接把艾丹放倒在地 现在她只能相信这是真的 与此同时 李特正在对日记的内容进行破译 当时她拿出的那个眼镜 其实带照相功能 另一边 艾丹告诉她 其实阿尔菲早就发现了李特的罪行 但一直没有证据 所以派出艾丽 而且当时前往伦敦公园时的人 其实是她 但那之后她就消失不见了 直到后来被李特找到 别找来心理战专家玛丽对艾丽洗脑 才有了后来的小说 这是阿尔菲已经破译完日记 上面说主文件交给了秘密守护者巴达小姐 而且黑客明确表示 必须她指定的交易 人才能取走右盘 也就是艾丽 但现在她只是个普通人 最终在两人的劝说下 艾丽答应做一天特工 画面一转 两人来到阿拉伯半岛 但巴达小姐只愿意接待艾丽一人 一开始她还有些害怕 但很快她就镇定下来 成功骗过巴达小姐拿到右盘 并在现场看起文件内容 然而等照片划到最后 艾丽突然露出震惊的表情 她失落地从办公室走出 将右盘交给了艾丹 就在这时玛丽突然带人赶到 在酒店时她穿着防弹衣 所以逃过一劫 因为几人在守护者的地盘 所以没办法交战 于是玛丽邀请两人去喝茶谈判 但艾丹对于对方递来的茶水非常警惕 和玛丽换过后才敢喝 然而下一秒三人全都晕了过去 等艾丽醒来 已经坐在李特的办公室里 文优盘已经被其扔进火中烧毁 李特说其实艾丽是特警局的人 一直在为自己工作 如今她需要知道阿尔菲的下落 但艾丽也不知道对方在哪里 不过可以帮忙审讯艾丹 很快两人来到审讯室 此时艾丹正遭受严刑靠大 艾丽劝她赶紧交代出阿尔菲的下落 还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见对方不为所动艾丽直接一枪击毙艾丹 接着准备根据记忆找到阿尔菲的基地 与此同时 特工正想处理艾丹的尸体 没想到她突然活了过来 直接将特工解决 而她没死也证明艾丽并不是坏人 事实也确实如此 她正在用特警局的电脑将文件发给阿尔菲 艾丽已经记起全部 最初她确实是李特的人 但后来发现对方的罪行 她便改变了阵营准备将其送进监狱 然而艾丽发送文件需要局长授权 一是李特也知道了她已经彻底叛变 但此时艾丽已经恢复了特工的身份 直接将玛丽和李特打晕 接着来到军械库 没会儿艾丹也来到这里 一见面两人差点打起来 艾丽赶紧解释只有这样她才能活下来 最终艾丹还是决定相信她 两人拿好武器和烟雾但杀了出去 而李特看着监控中的这一幕 连忙打开通风口将所有的烟雾抽走 两人趁机逃进通风管道 来到了一处工厂 刚出来就遭到敌人的射击 子弹击穿了管路 无数的缘由瞬间漏了一地 所有人都默契地停止射击 毕竟一个火花就可能送他们上天 特工们只能拿出匕首攻击艾丽 突然艾丽拿出两把匕首做成溜冰鞋 就这样 艾丽紧兵以人之力全肩特工小队 接着两人来到控制室 说不定这里能够绕过系统发送文件 然而舍得一会儿才发现 这里竟然也需要李特的视网膜扫描 这时李特拿着线弹枪杀了过来 危机时刻 猫猫突然窜了出来直接杀向李特 艾丹趁机一枪将其击毙 然而她的眼睛已经被猫猫抓烂了 两人只能来到外面利用卫星发送 没想到他们竟在一艘船上 突然马力出现给艾丽洗脑 枪口不受控制的指向艾丹 关键时刻 艾丽之前救下的女队员将马力敲晕 这才有惊无险地救下了几人 而文件也成功发送 临走时顺便把船给炸了 之后艾丽也完成了最终章的写作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整体中等水平反转很多 甚至感觉有点太多了 到最后看起来有些乱 剧本比较老套 为啥亮点的大女主影片 不过演员阵容倒是真的强大 虽然很多人只是客串 整体来说当个乐子看看还是可以的 其中有些镜头挺有趣的 但电影时长两个多小时 实在是有点拖沓 原片就没必要看了 看看我的解说就行 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这里是对我这样的